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担心意的预べ按照 使用了颁 较优势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晃眼 刘弥寓业已经48周年了 这时候觉得真快 因为那段时间的话 我就觉得像昨天 刚才有人说像昨天 我觉得也像昨天 记得是每次到他家 然后墙上挂的是 那个习慕容的 那个习慕容的 那个莲花那个油画 然后是 是这个这个高尔泰的 那是武绝 写给游戏院的武绝 天上地上都是花花草草 然后满坑满谷都是 那个那个杂志 书报纸 因为他这个英文报纸 中文报纸还有其他文字的报纸 总是堆了到处都是 然后呢 这个落实了 他那个狗啊 叫闯进客厅 闯进客厅 然后住宏呢 就赶快过去 把他劝出去 劝出去 然后呢 刘敏院的继续 这个维吾而谈 这个印象呢 始终是在这 另外我就想到 我第一次见到刘敏院的时候呢 是在33年前 就1980年 那个时候呢 我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 到那个诗刊社呢 参加这个第一届青春师会 这个刘敏 请刘敏院来 给我们这个17个学员 就讲这个这个 讲这个文学创作 报告文学创作 那个那次是第一次讲到 那个时候他真是感觉到 就是这个风华正茂 刚刚从文革 这个从那个灾难中间走出来 他是这个 当时呢真是给我感觉就是风华正茂 意气方穷的那种 后来我当时讲了一下我们学校 我当时在武汉大学读书 武汉大学的这个学校的政治课的情况 他后来听得非常认真 我不知道后来是不是写下来 因为他当时做了很多记录 问得非常详细 不知道后来是不是在哪篇文章 或者是在每一个演讲中间 遇到了 所以这个这个对刘敏院的这个印象 后来就因为你们都走了嘛 离得比较远了 那个时候冯正茂和我 冯正茂当然他的事儿 这个刘敏院的事儿的参会最深的是吧 帮忙最多 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离得近 所以有时候呢隔一两个月呢去看他 去听他聊天 或者有时候呢人来了 他就也是当 driver 也是去带去见他 所以印象印象非常深 尤其是有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 这个不搞那个新闻记录 冒了 到这边来做了 自己搞了一个英文的一个小月刊 大陆 大陆 还有什么中国交点 中国交点 是吧 开大陆 冒点 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个很多事儿呢 他们两口是吧 这个朱鸿说的北到一号十五号 那就是王子不可开交 交头烂靠 有一次我觉得是个初冬 初冬后呢 我去 约好这个面约好去哈纳 那天下着雨加雪啊 地上又滑又是这个非常泥泥 结果后来朱鸿呢 说一大早就带着几大堆 东西啊 去邮局寄东西去了 就面一个人在家等我 那时候我觉得是两两口 那两口 真不容易 这些这些印象都是 现在一提起来都是历历在目嘛 我写过一篇很长的 后来后来的话呢 是这个事情我是马上说 后来的话呢 这个就就写这个他八十岁之前 八十寿臣之前的话呢 就我们当时就想他八十岁嘛 当时的和平还在多维 我那时候也在多维 给多维当那个采访记者 就专门就是拜访他呢 谈了谈了好几次 谈了好几次 这个后来就写了一大组 一大组这个这个这个专访 好几万字 我记得当时多维多维时报 当时就发了好几个版 但是当时这个标题的话呢 据说后来就引起一些争论 我那个主标题就是 八十岁还在寻找平坦党 还有一个另外一篇稿子的 另外一篇稿子的标题呢 是叫这个社会主义不能一争了之 反正这两篇文章为主 其他还有一些配料 但是后来的话呢 我听说就是这个有人的话呢 对刘宾宴就有意见 刘宴宴也做了一些解释 就说可能到这个问题上呢 或者有一些误解 因为当时我问他 我说你对采训文章 听听听 近来的文章最满意的哪一篇 他就说寻找共产党 就从这一点呢 后来我看了一下 我那个文章的话呢 是有些地方呢 说的不是很准确 因为他当时他说寻找共产党呢 不光是从他自己寻找 他是说了这个国内这种现象 有些人说了很多苦 或者像那个张智欣这样 说了很多苦 说了很多罪 但是后来的话呢 仍然把这个要 要 还是要相信共产党 还是要追寻真正的共产党 是吧 这一条呢 是这个 这一句啊 我还有一句啊 我还有一句是他 是一种 他当年的 当然是 是的 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是这个意思 不是 但是 但是后来这个稿子是这样的 他这个文章中间的话呢 写了他自己的共产主义 这个真正的共产党 当然不是胡温那种共产党 也不是江泽平那种共产党 他心目中的真正共产党有这层意思 但另外呢 他也是想 讲介绍和分析中国 一直到现在 就是已经 共产党已经严重变质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要寻找研导 他有这层含义 这两种含义的话呢 在我当时可能比较偏重于 他本人主观的一面 对这个他客观介绍这一面呢 写的就不太够 后来那个他 记得这个人民日报有一位老记者 我想陈凯可能记得圣语酒 这个王刚可能也认识他们这些人吧 所以有一次去访问刘弥烨 见刘弥烨的时候呢 谈起来的话呢 就问到就是说 刚才您写的那个稿子 这个主理还在寻找共产党 后来那个刘弥烨也做了一些解释 就是刚才您当时有些误解 其实后来这个稿子 我念给刘弥烨听的 不是给他看 给他看的时候呢 刘弥烨他对我当时的角度 不完全同意 他后来的话呢 这个 这个 我后来把他的刘弥烨的意见呢 我就作为这个 这个采访对象 采访对象的这个他的意见呢 我放在一起放到多位时报上 因为他 我从记得的角度 我可能有 有些我对他的观察和我的分析 另外这个 但是采访对象呢 他自己有些看法的话呢 我觉得也很重要 所以后来我把他的意见也放上去 这段话呢 我觉得到现在 对我们今天还是有意义 所以我在这念一下 他说 中国最深刻的变化在社会 最可怕的危机在人心 中国创造了真正的奇迹 是中国人本身的变化 在短短二十三十年间 中国人在金钱质上 人文人际伦理关系 与观念破除 个人欲望 自私横流 以及两性关系 超级解放的方面 都完成甚至超过了西方五百年演变的水平 一切都从毛东时代所倡导 所实行的极端向极端 向另一个相反的极端转移 白氏之猛 犹如暴风骤雨 为理想主义 为集体主义 为英雄主义 和伪革命精神 像一层皮一样脱掉 但真的那种种主义 也一道离去 这是继1949年那一次 一边倒之后 引起了又一次一边倒 在否定社会主义时 也否定了 对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的探索 我想这段话 可能对你们刚才几位 讨论的这个问题也是有关系的 要原话 这是他说 我记下来 但是他有认可 基本上就是说 他认为这是他的 当时的这个 主要和心理纠结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有结论 但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小林是坚决反对 我后来想到 就是国内那些 两头针这些人物 他们实际上在后来 他们跟刘绵燕的思想 其实很不一样 他们那些人 包括像李锐啊 这些人 他们可能更多的 还是自由民主这一番 说一句话 就是刘绵燕的 他的整个人生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就是老百姓 他这个老百姓这一点 不是光老百姓 是不是这个永恒的主题 是不是他能够自己 能够把它把握得很好 那是另外一种事 我就讲不清楚